大家好,我是GuruTeddy 又是我们学习丁丁的时刻了 在还未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那么最近有一些网上的用户都在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Teddy为什么只有我的手机没有收到丁丁的最新更新通知呢 可是我其他的这个同事呢就不约恶同都收到了 首先我要先说这个现象呢 普遍发生在这个Android手机用户 所以不管你是用这个Samsung Vivo Oppo 华为等等呢 有时会遇到 但是大家稍安无赵 这也许跟这个Android Android其实版本蛮多 有信息相关 所以变成导致有一些版本或者一些手机呢 迟迟未收到这个更新通知 但是大家放心 因为今天我会教大家几个方法去解决 那么首先这个是你的手机嘛 对不对 好请大家点击你的这个消息 那么点击消息了之后呢 大家看到你的左上角就是你的人头像嘛 大头像 点击了之后呢 点击这个设置 好我现在点击进去 那么在这里呢 那你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现在我的手机呢 是Version 6.3.30.33 那么其实 根据最新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有6.5了 好可是我们要怎样去更新 首先我们可以试试看了 点击进去 检查新版本 我们再点击进去 看会不会有一些消息通知 可是系统却告诉我这个已经是最新版本 是不是你开始在怀疑人生呢 其实没有错啊 好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 放心 如果这个此方法不行 对不对 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 这条路呢 可能大家需要用到您的这个电脑 当然手机也可以啦 我现在我就用这个电脑示范 电脑会比较容易 首先你要先去你的Google 如果你是用谷歌也是可以 你是用其他的这个游览网站都没问题 然后在这里呢 照大家先点击这个关键字 Download Tintalk 好吧 Download Tintalk之后呢 你有看到一些网站嘛 当然我们要下载 这个等一下要做的就是 APK File 这个APK File是什么呢 就是Android Package 它的英文名 他们有些人叫做什么 安卓懒人包 当然如果你要下载 6.5.0的丁丁APK File 当然你可以直接打这个关键字 可是我们比较担心这个安全隐忧 因为你会看到有很多第三方 它推出一些APK File 说真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APK File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为了大家的这个数据安全着想 所以我们还是去这个丁丁的官方网站 好吧 丁丁的官方网站 很简单 很容易的去 它只有一个罢了 就是你按这个 Download Tintalk 你会看到什么 www.tintalk.com 好 你就点击这个 Tintalk Magwall and Start Be Easy 点下去 好 当你来到这一边呢 你来到这一边呢 基本上我们不点这个 因为你点这个 可能也是6.3.30的版本 我们要去6.5嘛 那么怎样做呢 首先你在这里呢 你要换去这个简体中文 只能简体中文了 不要先做 选到日本文了 那么在选择了之后呢 大家有看到右上方有个发文字叫做下载丁丁嘛 好 你就轻轻的点击 现在我们要去它的官方网站 下载这个APGPOW 所以大家有看到吗 这里有Android iPhone iMac Windows Linux 但是今天我们只是专注于Android 所以我们要怎样做呢 就是轻轻点击一下 让系统帮我们去下载这个 我们叫做APGPOW 其实速度蛮快的 其实不需要到3分钟 可能不到1分钟就已经下载完了 那么下载了好之后呢 这个APGPOW 肯定是在你的电脑的道路等等之类的 然后你再从电脑呢 发去你的钉钉 理解吗 好 现在为了这个节省时间嘛 其实我已经把这个APGPOW 发去我的这个信息了 看到吗 它是一个这样的报道 看到了 然后你看到了之后呢 你要怎样做呢 首先你就点开 它这里就问你要不要下载嘛 是下载 在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我 Teddy 如果我的同事呢 他是非华族或者不易中文的 适合下载APG吗 肯定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只是下载罢了 放心 并不是说你下载的全部都是中文 没有这回事 所以现在我们要点一点点的时间 让这个系统帮我们下载这个懒人包 好不好 记得 记得 我这个方法 只适合用于那一些Android的用户 如果你是iPhone苹果是不需要做这个动作的 可能你会问我 哎呀这样的话不是想用不到最新版本的 反正我们恰恰发现的 这个iPhone的用户呢 他们多数都可以及时收到这个更新通知 只有Android才常常发生 即使你把我这个Android懒人包先去给iPhone的用户 也无济于事 因为这个格式只是适合于Android 好吧 所以这里我们耐心的等待 其实平时是蛮快的 基本上也是一分钟左右上下 就已经可以完全的下载 好吧 OK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Setting的时候呢 轻轻点击 点击了这个一定要记得打开 打开了呢 再回去前面 然后再按Install安装 OK 所以这里要等一等了 好 这时呢 你就点击这个Open 打开 好 现在我们要再三的确认 点击这里 设置 大家看到吗 6.5.0 最新版本的 OK 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么最后 请大家 如果觉得今天收获满满 请记得 点赞 并且分享给你其他的同事 或者朋友 让他们 获知 或者学习更多 关于丁丁的一些 知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 拜拜